用两个转轴让头顶香蕉的猴子玩具 保持平衡才能把苹果送到对面 只要用弹簧瞄准射击鳄鱼造型玩具 就可以打到嘴巴里面 螃蟹化身成竞赛场地 小朋友奋力把球拍进对方的球门 这些都是来自加泰隆尼亚 坑坑腔腔工作室的作品 他们收集环保局不要的垃圾 花了十年重新改造成各种互动装置 这些是一天的练习 这些练习的练习 我们工作在这里 因此我们给予更多的重点 因为我们工作每年 制作和制作 原本的想法是与一群的练习 每个想法是一样的故事 日本儿童艺术节邀请国内外艺术家 在波比较历史街区 推出再生艺术展 台湾环境资讯协会 搜集四万个瓶盖 重新串接成两幅以沙滩 深海为主题的拼贴画帘 并利用海洋废弃物布置斩间 呼吁垃圾减量 以及海洋保育的重要性 元素集合工作室则用瓦楞纸 以及零碎的纸片打成纸浆 结合正反堆叠的木箱 希望透过纸类再生的过程 呼吁民众别再砍树 而艺术家陈建志 更用回收场的垃圾 搭起各种小房子 入口处就用电风扇的外框 搭配竹子建造出植物的家 外墙还可以翻转遮蔽太阳 旁边角落利用竹子搭起 近似工地阴架的小家宅 让小朋友进到里面 了解建筑的奥妙之处 很多东西实际上它还是很好用 但是它已经被回收了 当我们去回收场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好多宝藏 当它离开它原本的使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的一些设计是非常的独特 今天所看到的这些作品 实际上都是我的脉络的一部分 这些艺术家带小朋友认识大自然 并且学会珍惜我们的土地